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吵家伙干活了 一会儿你们先出去 找我们家公子要钱 逼另外一个人出声 但千万要注意啊 不要伤害到我们家公子 谁是你家公子 拿扇子的那个 就是我们家公子 扇扇 拿钱来 你 钱 告诉你们啊 想要动摊 就先动我 先找拿扇子的公子要钱 你滚开 打错了 拿钱来 你怎么还动手啊 不是 不是 是你们先动手的 你们 你们打错了 打错了吧 吹 打错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童儿应该已经告诉你了 希望你不要告诉小雅 小雅 我不是说过了吗 你不用照须去做什么决定 我心里有别人了 那个人 是谁啊 楚夜 是谁啊 小姐 小姐 我进来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你看出什么了 小雅她 好像魂魄没了 魂魄没了 好端端的 怎么可能魂魄没了 你先别着急 如果她生活还在附近的话 我能感应到 但现在最蹊跷的是 她的魂魄好像消失在三间内了 那天你跟许人川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我心里也一直都有你 只要你能醒过来 不管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出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是比失去你更让我难受的 求求你 快醒过来吧 你为小雅喝药吧 我去看看伯父 也会 na tekrar 蜘蛛 为风拂过翩翩鹿 hockey 雨出过世上的春夏 富青波动 你忽我心谢 你能否听见我想你啊 温柔缠绕在月光下 看那真心已经流淌了 漫长烟花叫燃落下 我在等你所有的回答 说实话 她这种情况 仙丹只是吊着她一口气 她没有魂魄 就是个活死人了 什么 难道没有办法救小雅了吗 有 生魂花 生魂花 但这花 长在传说中的秘境之地 没人去过 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 三界选报的地方太多了 未必神仙都去过啊 我知道在哪儿 在哪儿 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才告诉你 你 童儿 现在人命关天 你就别捣乱了 我怎么捣乱了 我带你去找生魂花 但在这之后 你必须离开第一枚 和我共处七日 楚约 小雅 我好想你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是第一枚 我不在这儿 还能在哪儿 你真的没事了 我能有什么事啊 喂 能不能盼我点好 我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 可是 你还在等着我 我一直都在等你啊 小雅是不会忘记 她对她母亲的承诺的 阿易 你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我多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也希望可以 跟小雅在一起 一生一世 但不是跟你 你竟然识破了幻境 你是谁 守护此树的树仙 她何时会再开花 要再等一千年 我等不了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将你的修为和灵魂 渡给此树 她也许会开花 这样下去 你也无法自己活着走出秘境 你若是后悔 还来得及呢 我不后悔 为何会这样 我也不知 为了个凡人 值得吗 她是我爱的人 没什么值不值得 她也不知 她也不知 也不知 她不知 她不知 有 请这一次 众生平等